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第一次看你笑呢 谢谢 朋友之间不说谢的 那个 你知不知道琼华有个叫玄霄的 他 他 如我 你认识他 他在哪儿啊 喧嚣要是入魔了怎么办 我得赶紧和索天鹤 怎么回事儿 丹丽跑 师弟 天鹤 别追了 什么情况了 你怎么来了 那是 刚才有刺客行凶 奔着天鹤来的 此人剑法在我身上 招数很大 一看就是奔着夺命而来 你受伤了 没事 皮肉伤 我去给你拿药 那个 怎么看来更要离开琼华了 咱们明天就走行吗 不能走 我要是走了 那不就显得怕他们了 那我怕 你怕 反正 我就是不想让你跟梦里 再查下去了 而且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那个 师妹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 一会儿让别的师兄弟看见了 不太好 凌莎 你先回去休息 没事的 咱们明天再说 桓仙师兄 你照顾好天鹤啊 天鹤 你可以有看清 形似者的面容细节 虽然昨夜那个人蒙着面 但是他的一招一招 我都记在脑子里 我敢肯定 这个人就在琼华 一招一招都记在心里啊 我真是没想到 这个琼华有这么阴险卑鄙的小人啊 天鹤师弟 昨夜你遇刺可有受伤 天鹤没事 只是些皮外伤 那就好 多谢玄疑师姐关心 天鹤 子英师叔 昨夜我未能及时赶到 是因为我在处理丹药房失窃时间 云天鹤遇刺一事 我也禀告掌门 接下来 会彻查每一个弟子 凡有嫌疑者 都言成不诞 如此说来 我们这些平日里 与云天鹤不睦的 岂不都成了嫌疑者 是怎么回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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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